哈喽大家好 大蒜 平常咱们都喜欢吃 大蒜呢 还是咱们生活中 必备不可少的一种调味品 尤其是在夏天 有的烧烤店还会烤大蒜 味道好极辣 但是呢 大蒜虽然好吃 但是剥起来非常让人头疼 相信 很多人就为剥大蒜而头疼 剥少量的大蒜还可以 如果剥大量的大蒜 咱们的手一定是受不了的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快速剥大蒜的方法 超级简单 学会以后啊 再也不为剥大蒜而头疼了 首先我们分享第一种剥大蒜的方法 平常我们在家剥大蒜呢 就是把大蒜给它掰下来 然后把大蒜 风鲤 用手呢 在大蒜的两边 使劲一掐 这个大蒜皮呢 轻松的就掉下来了 非常的快速 但是呢 咱们如果大量用到大蒜 这个方法呢 就不可用了 为什么呢 长时间剥呢 咱们的手指甲是会受不了的 剥一两个呢 还是没有问题 如果剥这么一大本 相信你的指甲非常疼 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能解决 咱们取一个硬币 再剥一个大蒜 把这个硬币呢 放在大蒜的底部 手一摁 轻轻一拉 大蒜皮就掉下来了 这样呢 咱们的指甲就不会伤到了 剥的速度还非常的快 这是第一个剥大蒜的方法 下面再分享第二个剥大蒜的方法 我们准备一个碗 把大蒜呢 我们给它掰成一粒一粒的 放到碗中 然后我们再取一个盘子 倒扣在伯伯的碗上 然后我们两个双手握住碗和盘子 使劲地给它放动 大爷晃动个一风多钟 咱们的蒜皮就会自动脱落 大家看 咱们的大蒜是不是皮自动脱落 大蒜的方法 只适合用于大蒜 比较干的一种大蒜 而比较湿的大蒜呢 是不可以的 虽然这个方法不错 如果大量的这样剥大蒜呢 还是有点累 时间有点长 那有没有更坏速的方法呢 其实还有一种 咱们分享第三种剥大蒜的方法 我们再准备一个碗 把大蒜粒我们放入到碗中 然后加入清水 把大蒜给它浸泡起来 把大蒜在水里面给它浸泡 20分钟 让大蒜的表皮吸足水分 大蒜在水里面浸泡20分钟以后 我们把水给它倒掉 把大蒜放到盘子中 把它放到有阳光的地方 给它把表皮的水分晒干 晒干以后 咱们这个大蒜皮呢 轻轻用手去撕 它就掉下来了 这样的剥蒜方式非常的快 因为大蒜的表皮吸收水分 再一晒 它就会自动的和大蒜脱落 这个方法呢 适合于大量的剥大蒜 但是这样剥出来的大蒜呢 必须马上用掉 否则时间长了 这个大蒜呢 就会发芽或者干瘪腐烂 今天剥大蒜的三个方法 就分享给大家了 您如果觉得哪个方法好用 您就用哪个方法 如果您还有更好的方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一起探讨探讨 把更好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麻烦大家转发点赞加收藏 让更多的人能看见剥大蒜的方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